哈喽大家很久没有分享穿搭了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几套氛围感满分的东西穿搭 还有显高显瘦的小窍门 第一套是羊毛帽衫搭配阔腿裤的组合 那这一套真的就是随便穿一穿就很高级 而且特别的显腿长 先说这件帽衫好了 它胳膊上有两条杆 所以你随便穿一穿就是有一种很休闲随性的感觉 再搭配高腰的阔腿裤 有一种肚脐以下都是腿的视觉效果 而且这一套呢是我冬季特别喜欢的组合 尤其是它这个带帽子的设计 就是很休闲随性 毫不费力的时髦感 不需要很多颜色的加持就能很时髦 那这件棉服呢是我在澳来三者逃到的 特别的喜欢 然后它中间呢是有一个掐腰的处理 就可以让比较臃肿的棉服 看起来呢有一种收腰的效果 所以就也是属于很显瘦的一个单片 这顶爆童帽是我去年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的 我特别的喜欢 尤其是不想化妆 不想洗头的时候 把这个帽子一戴 就是妥妥的时髦感 而且它整个帽形戴上之后啊 就不会显得头特别的大 而且呢还给我们整个的穿搭增加一些层次感 这次搭配中用到的首饰是来自旧金山串利的品牌 这几款都是特别简约大气的百搭款 材质是天然珍珠搭配厚度18k斤 精致的同时又伴随着浪漫松弛的气质 下面这套用到的单品都是我近期非常喜欢的 这件圆领的美丽奴羊毛针织衫 我真的就是太爱穿了 但是它是一个圆领的 所以一定要搭配饰品 牛角包造型的耳钉我特别的喜欢 而且戴上之后极其的精致 这种圆领的针织衫 我一定会选择搭配稍微长一点的项链 那这个项链的组合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淡水珍珠加18k镀金 戴上之后呢属于华丽的低调 而且像这种稍微长一点的 可以下移我们的视觉重心 你看我站的离镜头这么远了 这一套项链还依然的很明显 就说明它这个光泽感做的是非常好的 这一套搭配呢我就称之为万能搭配 因为你换各种不同的外套 也是特别好看的 这件几皮外套它是素几皮 就是它不是真正的几皮 是我从Oak & Fort买的 然后这件呢它穿上之后特别的轻便 但是呢氛围感也是满分的 价格也不贵 那这个棕色的就特别适合 现在这个季节 无论你把它当做一个外套 还是当做一个中层穿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看的 你看这个项链在整个搭配当中 就是点睛之笔的一个存在 那包包呢我选择的也是一个棕色的 整身look就是大面积的棕色 加上一点点蓝色 而且蓝色和棕色这个组合 真的是非常的绝 大家一定一定要试一下 这条棕色的羊毛半裙 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 而且它正着穿反着穿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里面还可以套厚一些的袜子 脊皮除了可以做成西装之外呢 也可以做成这种小夹克 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看 而且它的长度呢 是在我们的腰附近的 穿上之后就显得比例特别好 这件也是来自Petit Studio的 像秋冬穿这种脊皮的 我觉得就特别的有氛围感 那这件还可以再加一个前进帽 那我这个帽子呢 是从摊姆上面买的 我跟你们说超级无敌的好戴 而且可以给我们的look 增加一些复果感 像我这种方圆脸 戴上之后都不会显脸大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入手 这身内袋除了配脊皮之外呢 也可以选择这种牛仔外套 这件真的是绝了 因为它很适合冬天 它里面呢是有一层棉的夹层 而且外面是有一个毛领的 但是对于我这种脖子不是特别长的人来说啊 我一般不会把这个毛领夹上 会显得我脖子特别短 所以像这种很利嗖的穿搭 我是特别喜欢的 包包我是选择了抱纹的 可以给我们穿搭增加一些亮点嘛 而且它也是今年的一个流行元素 如果你不想大面积的配抱纹的话 我觉得这个包包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下面这套呢比较适合温暖地区的穿搭 或者呢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中层 外面可以配大衣或者是羽绒服 这件羊毛材质的衬衣 就很适合当做一个小外套来穿 特别的柔软 而且呢搭配皮质的单品就很有感觉 那这一套呢我选择的是一个黑色的羊毛针织 然后呢配皮裤 这套搭配我选择的饰品依然是来自碎盒的 它是一个甜甜圈造型的 特别的提亮肤色 因为整身搭配其实是比较暗一点的 你戴一个珍珠的耳环 其实就可以把我们的肤色显得特别的明亮 而且呢就是也有一些点睛之笔的效果吧 那这身搭配是属于既适合跟朋友出去约 就是拍照 因为特别的上镜 显得腿潮汐那种 整身搭配戴上墨镜啊 就有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包包我选择的是很像miu miu这款公文包 然后再搭一个小玩偶 给整身搭配增加的一些俏皮的感觉 下面这身内搭是秋冬特别适合搭配比较厚重的外套 像是厚羽绒服啊或者是皮毛一体外套的 我亲测非常的显瘦 那这身搭配我选择的饰品呢 是法朗的一个耳环 那这个耳环就很适合搭配像灰色或者是黑色 就是比较纯色的 因为像这种法朗戴上之后呢 特别有高级感 而且又是很简约大气的款式 特别适合通勤 这件外套是Petit Studio今年冬季的新款 它是一个棕色的皮毛一体外套 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呢 就是它正面反面是都可以穿的 那像这几年呢 这种皮毛一体的外套还蛮流行的 但是你穿不好呢 就会显得特别的臃肿 像我们这种虎背熊腰的圆形身材 这种类型的外套只要穿不好 或者是材质不好搭配不好的话 就很容易显得圆鼓鼓的像一只熊 这件反过来穿也挺好看的 而且里面的毛穿着特别的保暖 就有一种小皮外套的感觉 棕色这一面朝外的好处就是 它上面是有扣子 你可以把它扣起来 当做一个围巾 特别的保暖 那这件我选择的尺码呢 会稍微大一些 像今年冬天 我选择的尺码都是偏大一点的 因为这么穿的话 我觉得蛮松快 而且很有松弛感 那这条外套 你看搭配紧身的牛仔裤 就会特别的显瘦 从视觉上就有一种 上松下紧的效果 这么穿的话 也可以从视觉上面 拉高我们的身材 会显得又高又瘦 那我以往呢 都会搭配稍微 我裤腿肥一点的裤子 或者是下装 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看 因为我本身的身高 不是属于特别高挑的那种 我觉得那么穿的话呢 就更适合你的身高 在170甚至是更高的一个身材 才能穿出来这种松弛感 那像小个子的女生来说呢 我觉得这样穿是一个最佳的搭配 最后一套搭配 是白色的polo领的毛衣 搭配灰色的阔腿西裤 那这个毛衣呢 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单品 因为它是这种比较 时髦知识分子风格的 穿上之后特别的显气质 那这件毛衣 我选择的也是比较大号的 因为比较方便做冬季的一个叠穿 像里面搭配长袖的T恤 或者是长袖的小高领 那现在的温度呢 还没有那么冷的情况下 单穿也是非常好看的 它这个V领开的高度恰到好处 不是特别的高 也不算特别的低 但像这种V领 我还是会搭配稍微长一点的项链 那我这次搭配的项链呢 是这个珍珠项链搭配胡眼石 因为是天然的材质 所以它特别的有光泽感 再搭配珍珠 就整个高级感 一下子就上来了 像这种稍微短一点的 搭配一个长一点的组合 是我特别喜欢的 因为可以让我们这个V领 看着不是那么空荡荡 有一些亮点 外套我选择的是一个灰色的 落件就稍微oversize一点的羊毛大衣 那这个大衣呢 我也是依然选择了大两号 因为这么穿的话 我觉得才会不那么正式 就不会有商务感 围巾我用的是刚刚穿的蓝色的针织衫 然后就把它这么直接的绕在我们的领口就可以了 白色和灰色就看起来蛮单调的 搭配一条蓝色的围巾 我觉得整个搭配的色彩就会马上被提起来了 像这种用针织衫当作围巾的一个方法 是我秋冬特别喜欢的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增加我们围巾的数量 而且像这种材质 而且像这种材质的针织衫当作围巾 也是非常舒服的 一点都不扎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节日快乐 那让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